女生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丁頭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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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遇到賈斯汀之前 他生命裡面沒有愛情這件事情 就是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會喜歡上那個男生 那可能是因為 賈斯汀他很神秘 她總是靜靜的不講話 那你跟她打招呼她也不理你 可是你又覺得她在幫你 所以這種感覺就是 會讓這個女孩子覺得很特別 她從小被保護得好好的 她對於她自己 內心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夢想 其實她並沒有完全的發覺出來 在跟阿丹的相處過程當中 發現了自己所缺少的 一開始決定就是 要為自己的夢想去搭配 可是賈斯汀的情感不是這樣 她的那個心意是好的 是很喜歡的女生 想要看到她幸福的笑容 可是她表達方式會錯誤 所以阿丹才會這麼生氣這麼難過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這樣子的初戀才會更深刻 因為她並不是那麼裸露的一個愛情 她是很比較內斂一點 我會為了你 努力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那你喜歡我吧 是很難的 可是因為我覺得這種戲對我而言真的有點困難 因為我沒有辦法就是很順利的這樣說哭就哭了 我可能要醞釀一些情緒 就很難 就真的很難 所以我剛剛就是一度哭不出來 就拍在旁邊一直在想說 家裡的人誰又出事了 然後誰又出事了 誰又出事了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這樣很不孝 因為一直在詛咒他們 不過我有一場哭戲 就是抱著爸爸抱著媽媽他們大哭那個 那個就比較easy一點 爸爸有一句話就是講到我心裡面 他就說人生 人生裡面有很多的過客 如果不是過客的話他就會再回來 然後我就想到我一夜了 他雖然在我生命裡面 這段時間然後他已經走了 然後可是他說如果不是過客的話他就會再回來 可是對我而言他不是我的過客 可是他不會再回來的 然後我就很難過 所以我就大哭 所以那個演起來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沒有那麼 要醞釀那麼久 這一切的努力 都是為了想把我的心意 傳遞給你